欢迎来到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方面的状况 一个人权团体表示 在中国将上访者在途中绑架 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 不过中国警方拒绝承认这种情况的存在 也拒绝对此进行干预 美国阵营的报道 中国民众有合法的权利 向中央政府提出他们的诉求 即上访 不过上访会使地方政府难堪 所以地方当局往往会千方百计 阻挠这些人去北京上访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这种情况使所谓的黑监狱在中国应运而生 即暴徒把上访者绑架并非法拘押起来 有时候警方甚至会帮助绑架者 围捕这些上访者 这份有关中国黑监狱的报告 主要是根据38名被暴徒绑架的上访者 进行的采访而写成的 去称上访者会被关在一个临时性的拘留中心 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缺吃少眠受到毒打和威胁 信息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 举行的抗议活动中 很多上访者表示 他们都有被关在黑监狱里的经历 来自成都的上访者张天辉说 另一位来自四川的李信上访者说 为房子问题而上访的杨秋宇说 不过这些上访者的说法 无法得到独立来源的证实 在警察被禁止随意拘捕 城市无业游民之后 黑监狱大概六年前开始在中国出现 据说很多黑监狱设在小饭店里 公寓楼的地下室 或是金城病院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吉恩说 中国各地都存在所谓的黑监狱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发现了这些设施 这些黑监狱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也有 显然最大的问题是 在这些秘密非法的拘留中心 被拘押的人受到各种侵犯 包括性暴力 体罚不给吃的 不让睡觉 也得不到医疗 还有财产遭到盗窃和敲诈勒索 人权观察的报告 把黑监狱的出现归咎于中国当局 对地方官员的计分考核制度 如果某一个地方到中央上访的人太多的话 地方官员就会受到惩罚 那些能够化解民众不满的地方官员 则会受到奖励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 官员一般每天花费150元到300元 让上访者待在黑监狱里 直到他们被遣访回家 该机构估计 北京的黑监狱 每年居留的人数达到1万左右 不过中国公安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公安部无法证实黑监狱在中国的存在 也不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负责 为国之音电视报道